謝宏妮這邊好像又有被爆出 這個護航寡婦樓的那個健健案 就是說好像不要讓那個車位來增加 我們進化大會 我們不一定都會演過加以審查 這一次沒有問題的 光宏安出席市政行程 再次強調寡婦樓都更案 還評會嚴格審查 因為現在又被爆料 原本寡婦樓還評的主持人 呂穎斌被患成自己人 謝宏妮是提出致命意見 今年5月24號 都更環境影響說明書 第三次專案小組初審會議曝光 當時主持人呂穎斌 就提出每戶的停車位數量 要達到1.5個 也就是1000戶得規劃 1500個停車位 這雖然媒體人問郎東點出 但現在每戶的停車位數量是1.2個 等同於車位少了341個 就在謝宏妮上任 接手環評主持人才是關鍵破口 建商必須要增加停車場 或者是要減少戶數 對於建商利益損來很大 謝宏妮進來 他幫建商看好了他的荷包 這個就是為什麼呂穎斌被 置換成目前高優有 這個謝宏妮的真正原因 謝宏妮回應平民媒體 他要求在未來周遭 如果有社會住宅 以及都更案衝擊下 要注意交通運輸路線 和綠色運聚使用 基地要彈性調整 降低對環境的不利影響 但不只環評委員有爭議 民進黨立委參選 吳針更爆料 李明開發與生意建設 大股東名單高度重疊 同時生意更替李明擔保 超過十億元 關係緊密 宛如生命共同體 一系列巧合 寡婦龍環皮審查 有無替建商把關 恐怕不是高市長一句 嚴加審查就能輕輕帶過 三立兄告訴我們 月管太報道